来看到花莲县卓越青工总会第六届的总会长受证典礼 在4月6号晚间办理 由傅昆琦立委担任受证人 由李光复接棒总会长 典礼隆重温馨由傅昆琦立委一一颁发派任书 给总会长李光复继所有委员团队 傅昆琦勤勉李光复接捧总会长带领青年人 开启卓越领航之路团结一心一步一脚印 在各个角度的影响力 他们让卓越青工让国民党继续的为中华民国加油 他们不要再一次的恒播 未来的时刻真的是非常的艰巨 全国卓越青工总会张权一总会长 亲自为李光复穿上总会长制服 象征责任的延续 恭喜李光复接任花莲县卓越青工总会长 第一就是会内的联名 极有会的参讨 第二就是我们要协助 青工会办理公益的活动 第三我们要凭从打扮指示 我们团聚心筹款之正 最后我要祈祝我们卓越青工 既是一团火 善是满天心 总会长李光复表示 接任即是传承任重到远 继续为卓越青工总会而努力 成员都是资深青工人 全力宗旨以服务社会为目标 持续从事社会公益之外 希望与青工总会能够更紧密的结合 让两会的绵薄之力 能够更深入需要协助的地方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导